好 喜嘰拜拜 不过事在人为 谁说大学生这个薪水只能有22k 谁说我们的大学生都是草莓族呢 现在有很多学生他们吃苦耐劳 希望能够多赚一点 像台北市这家面店 开出薪水一个月三万四 那么应征的是洗碗工还有煮面工 就吸引了许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来应征 靠经验抓起一份量的面条 再丢进热水煮熟 边搅拌还要边注意 面条的颜色变化 从哪个地方看它的那个熟不熟 那个面会有点透明透明的 抓住面条好吃诀窍 看不出来萧同学今年才二十岁 刚加入食牌这间弹牙面店 每几个月 因为这间店月薪有三万四 即使煮面洗碗样样都要会 但是喜嘰拜拜对他来说 有工作才是重点 其实外面工作很难找 很少有三万块 几乎都是两 一进去都是两万四 两万五起跳的 对啊 像一进来要三万四 真的很不容易 老板娘和弟弟共同经营这间面店 两人都是七年级生 因为父亲亲手做出的弹牙面 营业到现在 生意好到要开第二家分店 重点在弹牙面面条Q弹 这么大盘才卖一百二十元 全家人拿小碗分着吃 份量刚好又省钱 它的那一个咬下去的时候 那个面是在你的牙尖之间的那种弹性 吃过了客人都说赞 也是因为生意好 年轻老板娘需要人手 愿意开出三万次的薪水 请员工吸引大学生来应征 也让店里面清一色都是年轻人 因为我们现在就把每一家的利润降到很低 然后员工薪水很高 然后可是这样的话变成说 我们可以文杂文杂 一家一家一家 父亲的老味道卖出一片天 也让两个年轻人逆想思考 以压低利润增加员工薪资 留住有经验的人 员工也就能甘愿做 保留弹牙面的最佳品质 新闻侯正伦 吴亦轩台北 采访报道